內地星期四開始國慶中秋長假 預計國內遊會出現高峰 部分旅行團團費加價兩成都飽滿 住北京記者陳金寶報導 疫情下當局不鼓勵市民出國旅遊 長達8天連假 有市民說會到外省散心 內地七月中恢復瓜省旅遊 有旅行社說疫情下國內旅遊需求旺盛 十一團費比往年加價兩成仍然爆滿 部團量比暑假多三倍 當中遊以雲南、海南、西藏等地最受歡迎 都是選擇一些出境 但是它如果能花個一萬五六的這種價格 去選擇國內遊 因為上半年很多的客人的年價已經消耗掉了 它沒有在暑期形成一個大範圍的 這樣的一個出行的現象 所以它會集中在整個的公共的假期 去作為一個集中的一個出行 旅行社說雖然境外遊仍然未恢復 但相信部分原本計劃到外國旅遊的人 會留在國內旅遊 預減今年國內遊人數會比去年增長大約一半 中國疾控中心早前發重點提示 呼籲民眾如非必要避免出國 可以正常安排國內旅行 但要服從目的地的防疫工作 期間盡量保持社交距離 在密閉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要佩戴口罩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 陳金布報導